今天要来试一台车 但说起来 这个却有点像是一场凄美的爱情故事 因为它就像是我的前女友突然回来找我了 有这么一个品牌 八九年前创立的时候 还挺讨大家喜欢的 但是一些原因让它却消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终于宝能又看上了它 并且把它复活了起来 有一天他们给我打电话 说佩哥 我们出了一款新车 你愿不愿意过来试一试 那个时候就像是你的前女友 突然之间发了一条微信说 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过去 你说这个时候我是该起身就走 还是要给她一次机会呢 走了走了 有机会就肯定走 唉 说这男人吧 我相信这世界上99%的男人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这个时候 我相信你还能帮到这些人 我相信你有一点 没有真的 我相信你 我相信他 我相信你 有机会 这一件事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有机会 有机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几年不见 你内饰的审美 倒是发生很多变化 皮子 高挤了一点 然后像这个地方 用上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材质 但是都是鱼鳞纹的一种感觉 这两块液晶瓶 12.3寸 14.6寸 这个都是中国人现在喜欢的东西 来看看系统 这套系统叫做MistQ 它可以帮我完成的工作 其实就和我们现在 所有的车机交互系统一样 可以去安装APP 可以去语音导航 语音听歌 语音开天窗 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 中午好 你说我前女友要复合 我一不应该答应呢 这个我还不会 需要继续努力 好 你努力想想了 当然了 还有一些功能是 比如像手机可以去远程的控制车辆 蓝牙钥匙 或者是控制这个车子 预先打着火 升温降温等等都可以做到 那这里呢 还有整套的L2G自动驾驶辅助 这个也是这几年来科技的进步了 来我们去后排看看 这个座椅还会回到记忆的位置 走我们到后排看看 我们试的是一台顶配的车 所以里面能够用到真皮的地方 统统都用了皮子了 走完呢 像这些跟前面是一样 这个触感比较好 因为这台车的轴距有多少 2米72 所以腿部的空间它会比较足了 像这样的话 你要去翘一个二郎腿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 再看一看这个座椅 座椅的角度它倒是固定的 那承托力方面呢 它有点像欧洲车的感觉 会比较偏硬 所以它不是像那种软塌塌的沙发 让你陷进去的感觉 它是会让你坐起来之后 给你足够的承托力 把你给撑住的 再比如像我们看看椅面 没有去偷掉椅面 甚至反而给椅面 加了几公分的一个小长度 这个是把我们的大腿 给拖住起来了 再看看一些小的 暖心的小地方 USB接口给了两个 中国人特别怕缺电 所以后面还有个小槽 可以把手机给放进去 如果是你躺着的话 这样一看 这一个大天窗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配置 抬起头来 就可以看到星星 看到月亮 如果是和女朋友 坐在这个里面 看一看 外面的星星月亮 感觉还是挺好的 好的 那里里外外都扒开来 看了一遍 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开一开了 看看这个前女友 开起来的感觉 有没有变化 那里里外外也看了一遍 我们就把车开起来说了 老规矩 这台车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先跟大家复习一台车 叫观制三 这一台 七年前的车 其实做的还挺好的 除了它的双离合 有一些顿挫以外 一切都是很欧洲的感觉 那现在这台观制七呢 上手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糟了 这车用的也是双离合的电锁架 而且也是格特拉克 但开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和当年的感觉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当年用的格特拉克 是六速的 干式的双离合 而现在用到的是 七速的 湿式的双离合 这提一 技术这么多年有进步 那第二个是 发动机 现在用到的这个发动机 是一个钢类直喷的 1.6T和1.8T 280牛米和300牛米的扭矩 所以扭矩宽厚的时候 变速箱有就变得更好调一些了 我们有三个驾驶模式 舒适 节能和运动 这么说吧 节能的模式下 双离合该有的一些小动作 你能感受得到 到舒适模式的时候 它尽可能的 去把自己的换挡速度 变慢一点 给你平顺的感觉 而运动的时候 它会加快自己的换挡速度 这个时候 你要的就爽 所以这个换挡间隙 一下就比得更平了 那顺便说一下 这台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不简单 1.6T 1.8T 其实是一个系列的发动机 两个的排量 这个发动机 是当年宝马为mini去研发的 那台THP的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 获得过10家发动机的 那这台机器到了中国以后呢 做了一次的调整 它就把自己的排量 从1.6做到1.8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给自己加了350吧等等 这样的一些高科技在里面 一下子就把功率调到了 150千瓦和170千瓦 你要想想 一般这个级别的车 120千瓦 但是上来是150千瓦和170千瓦 强动力就是一个 强扭矩 这双台我们也有说到了 那比如像宝马 该有的那些 WALOCHO 你可能的这些技术 都还在 那底盘会是什么样的 以前的观置 尽可能的去调出 欧洲人的那种底盘的感觉 因为欧洲工程师 喜欢的是那种感觉 现在我开到这台观置机的时候 这么说吧 它可能是国内的这一批 重级别的SUV里面 最偏向欧风的 因为绝大多数的国产的 这些SUV 都是往日系的风格去调 包括大众都在往日系的那种软 舒适的程度去调 但你看这台车 方向依然是精准的 然后底盘会有很多的盘票的信息 去告诉你 让你感觉到 我才开车的感觉 随时都在掌控地面的信息 然后悬挂或悬挂 它是用了一个多连杆的结构 所以整个和地面贴符 不管是开快开慢 这种起伏的状态 它是能贴符的比较好的 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原来的配方 开起来还是很有欧洲的感觉的 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像这样的前女友回来 你还要不要他呢 这台观置漆 其实在很多方面 还是保留了原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也有一些突破 我总结一下的话 空间方面变成了 这台观置漆的一个特点了 它的轴距 它的空间 其实是比起现在比较大的 新款H6或者说CS75 Plus 它的空间也都是在一个级别的 那第二个呢 是它的底盘方面呢 一直保留着 观置去坐车的那种欧洲风格 它的弹跳啊 它的一些操控的感觉 会给你底盘更多的信息 那当然第三点呢 就在这里面的发动机了 1.6T和1.8T的发动机 起码在功率方面 扭矩方面 它是要比现在目前的同期对手 要强劲一些的 就看你愿不愿意多费那么一点油耗 去接受这样一个更强劲的动力了 那说完这么多的话 那这台观置漆回来 想必还是要和这些主流的竞争对手 去抢一块市场的 现在长安CS75 Plus 一个月能卖1万5千辆左右 博越Pro一两万辆 还有长城新款的H6 销量也注定不会差 你说要拿它去和几个对手枪拼 肯定是拼不过对手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的是 各位知道观置品牌的网友 你们愿不愿意去为这台车转移自身呢 听你们的